Welcome to IT 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Tutorial 我们主要要讨论的是这个FetchHate 这个FetchHate 它其实是我们底层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告诉我们说 目前的哪一个Branch是CurrentBranch 跟目前的哪一个Commit是CurrentCommit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去User2跟User3 做一个Clone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在Git Demo 01这里是有东西的 但是我们在02,03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去02,03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Clon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Clone好了 然后就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再一次Enter 它就变MasterBranch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03这里 也做一个Clone 那我们做完Clone之后呢 也是把这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这个呢就变成MasterBranch 所以我们现在02跟03都已经拿出来了 那现在呢 那我们主要是要针对02做修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主要针对02做修改 我们现在只是Clone而已 那Clone完之后下一个部分 是要针对02做修改 然后那我们就先打开这个02的部分 然后现在是在这里 我们就打开02的部分 我们透过SoulTree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02的路径加进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02已经被加进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目前预设就是在MasterBranch上面 为什么预设在MasterBranch上面呢 因为呢 OriginHead是指向Master 因为OriginHead是指向Master 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OriginHead是指向Master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Object里面 GitReference里面 RemoteOrigin这里面有个Head 这里的Head呢 这里的Head呢 是指向OriginMaster 所以呢 我们预设呢 下载下来的就是MasterBranch 但是我们有RemoteTrackingBranch 有-2-3-Head跟Master 它们都跑去哪里了 你可以看到 在REF RemoteOrigin里面 它只有一个Head 然后那在 我们的这个GitREF Head底下它只有一个Master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的OriginHead是指向Master OriginHead是指向Master OriginHead是指向Master 对不起 OriginHead是指向OriginMaster OriginMaster呢 它又同步到MasterBranch 再重新说一次 OriginHead是指向OriginMaster OriginMaster呢 它是同步到MasterBranch 就Local段的MasterBranch 所以你在Local段 只会看到MasterBranch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我们现在还有Origin-3 Origin-2 Origin-3 Origin-2 这些东西都跑去哪里了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REF 在这个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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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REMORE 在这个Origin里面都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我们的抖key object里面 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object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我现在就可以慢慢的告诉你答案 首先呢 好我们空下来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Dolgig 先来看一下Dolgig config 我们去打开的是 GitDemo02的Dolgig config 03不要去碰它 03不要去碰它 也不要把它加到手去 现在只是这样告诉你 那我现在呢 先来给你看一下Cat 好 Dolgig config里面呢 我们只有看到master的mapping 所以呢 我们只会clonemaster 应该说是我们 我们因为只有master的 我再重新说一次 因为Dolgig REF remote origin 它所指向的是 originmaster originmaster呢 它又会跟我们local端的master做同步 因为呢 也不是做同步 它又会去复制 它 我们local端的master 会 会从这个 会从originmaster里面空下来 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mapping 我们在Dolgig config里面 有这个mapping 所以呢我们才可以空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是gitbranch-a 你可以看到gitbranch-a里面 我们有这些branch 跟一个masterbranch 只是我们originmaster呢 就是origin-head 它是指向originmaster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 Dolgig head 这个head呢 它是指向masterbranch 那我们的masterbranch呢 这个档案是存在的 它是指向cfeb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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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们的颈2 这个档案是不存在 我们的颈3 这个档案也不存在 OK 我们的originmaster 也不存在 那我们的origin-2 也不存在 origin-3也不存在 真是奇怪啊 它们跑去哪里了 这些东西全部都不存在 它们跑去哪里了 原来 它们已经被压缩到 这个package ref里面 OK 我们有两个东西 会做压缩 第一个东西 就是reference 会做压缩 reference呢 我们会做一个压缩 就是doge-ref会做一个压缩 doge-object会做一个压缩 doge-ref会做一个压缩 doge-ref做完压缩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package.refs 那你可以打开来看 我们的origin 我们的origin-2 origin-3 origin-master 现在都被压缩到 这个答案里面 它就告诉你说 origin-3 是指向这一个package origin-master 是指向这一个package 因为它们都被压缩了 它们都被压缩了 所以你在reference reference reference origin里面 是看不到的 你是看不到的 但实际上它们是存在的 只是它们被压缩到这个里面 那第二个被压缩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二个被压缩的东西就是 object git object被压缩到这个packag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是 接下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git object 在我们的git object底下 在我们的git object底下 你可以看到现在只有 那我们info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 也没有 也没有 我们info里面没东西 我们info 照理说我们压缩之后呢 它会在info里面加一些information 但是呢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本地端做git gc 我们是在本地端做git push的时候 它做一个压缩 存放到我们的这个temp folder 存放到我们local端的temp folder 再从temp folder那一个地方上传上去 temp folder在哪个路径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是在我们电脑里面的某一个folder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它上传到我们git hub上面去之后 所以git hub那边是储存是一个被压缩过后的 什么样被压缩过后的 reference被压缩 然后这个git hub也被压缩 那我们clone下来的时候呢 那全部都是被压缩了 因为我们没有在本地端做git gc 所以呢 它在info里面就没有东西 它在info里面就没有东西 那package里面呢 反而是有东西的 因为它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被压缩成一个index档 跟一个pck档 它都被压缩成一个index档跟一个pck档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是有东西的 它这里面是有东西的 那你注意一下 这个是38fb 38fb 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个tutorial 里面我们执行git gc的时候 ok 那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一个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一个是 它的它是什么呢 它是38fb嘛 那它是465嘛 对不对 它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在做 Git gc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在做压缩的时候呢 它所产生 就算你里面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 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 它们的这个里面的运作机制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在做git push的它的运作机制 跟我们在做git gc的运作机制 它有自己有少许的不一样 它们自己会去用一个特别的算法 然后去做一个压缩的动作 然后那 你不需要去管为什么它不一样 反正你不需要去管就对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被压缩了 它压缩之后上传上去 然后你下来之后 所以你还是一个压缩档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压缩档怎么看呢 我们要看这个压缩档呢 就使用这个做verify fee的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来做什么 我现在来更改它的这个答案名称 我主要是要 我这两个已经不需要用到 上面这些也不需要用到 我现在需要用到是这两个 那我改一下它的答案名称 好 那这两个答案名称呢 是什么呢 这两个答案名称是 我知道说我的package的答案叫做38fb 这个 所以我现在改成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我每一次 像我在写讲义的时候呢 它 我那时候遇到的是2ab什么的 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名称 所以你每一次在做的时候 在重新做这个范例的时候 你每一次得到的这个 这个ID都是不一样的 它都是自己乱码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 来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有东西的 然后这个这里面 你可以用index档来看 你可以用psk档来看 但是它实际上的东西 是存在psk档里面 好 那它里面就有三个kame 然后三个tree 然后跟三个block 然后跟三个block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根据我们在图6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三个kame 是哪三个kame 第一个是cf45 跟cd6 cf45 跟d6 然后接下来三个block 三个block是8b44 跟29 8b44 跟29 三个tree是什么 三个tree是96 96 8c 跟66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些被压缩过后的object 都给它 其实都是存在这个psk档 所以我们这边就证明一件事情 有两个东西是会被压缩的 一个是package.reference package.reference 就是我们reference 就是我们的remote tracking branch 是会被压缩到这个档里面 然后我们的这个git object 它是会被压缩到这个psk档 只是这个psk档 你不可以直接打开来看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verifypack-v 来看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证明给你看 你看它是有被压缩的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给你看一下这个fetchHate 目前我们有没有fetchHate 没有 我们目前fetchHate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执行fetch 我们执行fetch的时候才会有fetchHate 所以fetchHate现在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U12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U12了 所以这边有同理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 U12跟U13目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U13里面呢 也是有一个package.ref 也是有一个package.ref 然后里面的git object也是完全空的 它是在这边有一个package在这里 好 那现在U13也没有fetchHate 所以U12和U13现在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 好那我现在要在U12 这边再多做一个package 然后push上去 然后用U13做fetch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fetchHate 好 首先呢我们先在U12这个地方 我们来编辑一个答案 好 然后那这边要特别给你注意一下 Soul3千万不要打开U13 千万不要打开U13 现在有U11、U12 但是U13不要打开 原因是因为Soul3它会自动执行git fetch 这样就不准了 所以我不想在Soul3里面加入 你不只不要打开U13 你连加进去都不能加进去 反正就是不能加进来就对了 好 那我现在这个gitdemo03的这个资料夹 我完全不要放到Soul3里面 就是单纯的就是这样摆着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观察到 这个fetchHate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这样的作用 这样观察起来才准 那我们现在在user2的位置 我们修改了index这个档案 那我们修改了这个index呢 我们就这边多加一个body 加完之后 那我们现在来执行git checkout的动作 我们在soul3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在master branch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重新checkout到master 但是呢我还是执行一下 跟你100% show Yes I'm in the master OK 就说我现在已经在master 那接下来呢我再来做一个git add 好 那在做这个git add的这个动作呢 做这个git add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个index.html 当我加进去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stage file 它变成一个stage file之后呢 在我们再执行git commit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commit 我们变成 commit 我们变成 commit之后 我们变成 commit之后呢 现在它的 commit 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master branch 是指向这边 但是我们的origin master 还有origin head 在这里 我们警商也还在这里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head指向master 然后master指向这一个位置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执行git push 我们看底下贴图的部分比较准 所以我们现在git add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执行git push 好 它就把我们的master branch push上来了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origin master 还有origin head也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因为origin head指向origin master 然后origin master 然后再被update了 所以它也是都上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做了什么 它其实就是 先去计算说 有几个git object 然后接下来做一个压缩 然后再把它上传 再把它上传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边 这三个是我们新产生的 一个是block 一个是commit 一个是tree block tree 跟commit 这三个 那剩下的东西都是在这个package里面 剩下9个object都是在这个package里面 剩下9个object都是在这个package里面 这三个是新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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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来git checkout到井二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好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origin2 而且origin2呢 是在哪里 origin2呢 是在 是在这个package.refs里面 它是在package.refs里面 它是在package.refs里面 它没有在呢 它没有在这个refs remote origin里面 它没有在这里面 OK 好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 git checkout到井二 来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来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所以呢我们的 就会有一个local端的井二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个git object 对不起 是git.refs reference head 现在有一个local端的井二 那我们remote端的井二在吗 我们remote端的井二呢 还没有出现在这里 因为它还是在这一个 它还是在这里 它还是在这个package.refs里面 它目前还在这里 在这里 好 反正呢我们现在已经 有了local端的井二 那我们再制造一个local端的井三 所以井二跟井三都被我们抓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虽然在refs remote origin里面 没有井二跟井三 可是在head里面就有井二跟井三 这就是local branch 所以local branch 所以我们local branch 现在都抓下来了 这三个 已经都在了 但是呢 这一 井二 井三 这两个呢 都还在我们的package.refs里面 都还在package.refs里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再check回master branch 好 现在我们又回到master branch 所以我们有local branch-2 local branch-3 local branch-master 然后origin-2 origin-3 跟origin-head 然后origin-head 是指向origin-master 这样子 然后下面都是remote tracking branch 好 那我们这些东西都搞定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git object 我们可以看到git object底下呢 现在就多出这三个 三个object 就分别是commit tree 跟block 那package呢 就是跟之前的package是一样的 就是之前这个package是一样的 你可以透过这个指令来看package 这个package里面就有这九个物件 就是九个物件分别是对应到三个commit 好 那我现在呢 可以来看一个东西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dogeat config里面 在我们dogeat config里面是有对照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初在做geat push的时候 就有这些对照表 那接下来就是geat branch-A 好 keybranch-A呢 它就是有这几个branch 只是这几个 这个极二跟极三 目前是被压缩的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好 那这边呢 就是证明给你看说 我们有head head是指向master 然后master则是指向第四个commit 第四个commit就是在这里 master是指向第四个commit 这第四个commit分别是 什么 d3cc d3cc 就这一个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锦2呢 还有锦3 还有锦3 也都是存在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锦3 这边是锦3 是什么cfbb 这里 好 然后这边是锦2 就是45 这一个 好 但是呢我们的origin master呢 origin master是指向dc这个 但是呢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origin head origin head 好 然后这边多加一个origin head 给你在练习的时候做好了 所以origin head呢它是指向origin master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origin head它是指向origin master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origin master 它是指向到dc33这一个 origin master是指向dc33这一个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边有一个origin head 跟origin master都在这里 反正origin head呢目前都是跟origin master在跑而已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来看一下 OK 那同学你可能会问说什么是head 什么是origin head OK head这个东西呢很特别 head就是目前你所在的位置 那我们有local端跟remote端嘛 所以我们local端的head呢 就是我们在local端的位置 我们remote端的head就是remote端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local端的head跟remote端的head呢 我们是可以去更改的 是可以去更改的 是可以去更改的 透过keyreset hot originhead或什么之类的 方式来做更改 当然我们在做keypush的时候也是可以做改的 这样子 但是呢 通常origin head 在 OK 通常为什么origin head 为什么会指向master 因为 根据预设的时候 我们是只有master的mapping 在dcconfig里面只有master的mapping 根据预设 我们dcconfig里面 有master的mapping 根据预设 我们dcconfig里面有master的mapping 井二跟井三一开始是没有mapping的 那在井 在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先做一个keypush 就是井二跟井三 还没有在push的时候 我就先在keymaster底下做一个keypush 当我在执行第一次keypush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一个origin head 那这时候origin head 就会指向originmaster 好那接下来我才把 我才去push 才去push 井二跟井三 等于说我在 一开始的时候就先push master branch了 那假设我现在呢 一开始的时候在loco端 在remote端是完全空的状态 remote端是完全空的一个repository 然后这时候我先checkout到 井三 branch 再做一个push的话 那这时候origin head 就会是指向井三 就会是指向origin三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为什么它会指向master 是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把origin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井二跟井三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一个 一开始还没有origin二 还没有origin三的时候呢 我就先做一个keypush 我就把我的master branch push上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origin head 才会指向origin master 就这样子 那这边我跟你说就是 我们的这一个 这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这两个档案呢 目前是在被压缩的状态 所以这两个origin二跟origin三 这两个是不存在的 那现在真正的状况 其实是里面有四个block 那其中有九个block呢 它是在package里面 有九个block是在这里面 然后有三个block是在外面 那我现在把这一个也update一下 那我这边也稍微快速update一下 那会更改的是第四个kami的kami id 那我看一下第四个kami id是哪一个 第四个kami id呢 是这个叫做d3的这个 那我看一下d3 这是我们的kami id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第四个kami id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d3这个kami id底下呢 它有个去叫做262的这一个 那其实就是这个叫2062 就是这个啦 2062 好那我现在把它的前面7 也copy一下 我这边应该有打啦 我看一下 还是我这边没有打CAT file 我快速看一下 我这边没有看 ok 那我看一下下面 好但是没有打那没关系 我这边就直接打给你看 你不一定要copy7嘛 你copy多一点也可以 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做了什么样的修改 第一个我做的修改嘛 好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修改 所以你不一定要copy7嘛 你copy多一点也可以 只是7嘛是我们常用的 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好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 现在应该是在第七张图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张图 好第七张图呢 我们的这个kami id呢 要把它更改一下 我们现在的kami id是什么 好我们现在的kami id是这个 D3开头的这个 D3开头的这个 D3CCC这个 所以我现在把D3 这个kami id把它改一下 ok然后那我顺便把后面的图 好后面的图也一起改了 好后面的图也一起改了 好然后那这边有一个dashp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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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边有一个dashp的位置 所以现在是第七张图 第七张图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head是指向master 没错 然后master是指向D3的这一个坎密 没错 originhead是指向originmaster 没错 originhead是指向originmaster 没错 originmaster又指向这一个坎密 都跟这个收取一模一样 local端的颈二跟origin颈二 这是local branch remote tracking branch local端的颈二branch跟remote tracking branch的颈二 都是指向这一个坎密 接下来是local端的颈三 跟remote tracking branch的颈三 都指向这里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透过这个-p的位置 这个gitcatfile的p的位置 你可以去查一下 它底下就是有这个2026这个tree 那2026这个tree查一下之后 底下有三个block 有一个966 966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最新更改的966 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更改的 因为我们把index把它改成div1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push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解这个fetch 再来讲解fetch 因为不然时间会太长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